在匯報裡面提出來了 說你們平常做的 根據這個民防法裡頭做的這個造冊 這次要不一樣了 要提到跨部會的這個新的系統裡頭 有討論到這件事嗎 沒有 你怎麼會下令叫大家做嗎 有沒有 沒有 不會在匯報談這麼多很細的什麼 這很細喔 系統資料裡面是什麼內容嗎 他們不是很細 他是要叫你們過去沒有提供給國防部的 孩子的所有相關資料 現在通通都要提供給國防部有沒有 法律裡面有哪一條 有哪一條說學校做的學生造冊 要交給教育部再交給國防部 放到全民動員系統裡面 哪一條法律講的 法源在哪裡 你告訴我 沒有法源 連總統親自下令都沒有 行政院的會議都沒有 你們下面的人就照辦啦 詳盡的個資要拿到國防部去耶 總統都不可以下這個令啊 還假裝不知道 根本就是行政院核定的 根本就是總統下的命令 總統的國安會下的命令 還假裝不知道 總統憑什麼下令他皇帝啊 因為全動法的修法 那麼教育部呢 針對16歲以上的孩子造冊 要交給國防部這件事情 引起了渲染大波 雖然教育部在3月3號已經 正要日行文喊咖 但是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問題 需要跟部長釐清一下 我很快的講一下 包括過去根據民防法跟全動法 事實上每年都有造冊 但是都是留在學校 那麼我先很快的講一下 讓你們現在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今天真的很希望 聽到你們的答案 那麼今年到底為什麼不一樣 造冊的這個資料也要求的比較詳細 然後造完冊之後還要交給國防部 到底根據是什麼 是誰下的令 今年要打仗了嗎 如果不是戰爭時期的話 為什麼要把孩子的資料交給國防部 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疑慮 另外那未來會往這個方向來修法嗎 雖然現在暫時喊咖了 我更想知道的是教育部長的立場 未來如果台灣打仗了 到底幾歲的孩子要上戰場 我們現在18歲成年好了 那16歲以上的孩子要上戰場嗎 15歲呢 14歲呢 13歲呢 12歲呢 到底所謂的佔到最後一兵一組 包含幾歲的孩子 另外這個資料建立了這麼的完整跟詳細 交給國防部 會不會有個資外洩的問題 好首先 我跟教育部索取資料 教育部的給我的回答 跟外界的報導 都是說 是國防部全動署要求的 因為國防部全動署呢 要建置所謂的全民防衛動員資訊 及整合系統 所以請教育部配合 真的是這樣嗎 那麼 所以教育部就說 因為呢 這是國防部要求的 所以相關的這個公文 請我去跟 國防部索取 我已經索取了 好 那教育部最後告訴我說 根據審慎的考量 你們覺得不需要 照之前的做法 所以你們喊咖了 沒有上傳資料的需要了 已經通喊大家停止 那麼 所謂的全民防衛動員資訊系統的 學校青年扶勤資料的建置 好 所以呢 在這邊的看起來 部長 您的意思是說 你們是根據 因為國防部全動署 要建置這個全新的 全民防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 所以才有這件事嘛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 片片外行人可以啦 國防部憑什麼要求 教育部做這些事情 教育部就要照辦呢 啊 國防部為什麼要叫 這樣的一個事情呢 好 我們給你看第一張 你也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了 這就是國防部提供給我 他們給教育部的公文 裡面直接講 這個是院長 行政院院長 在去年 5月27號所核定的 全民防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的建置案 所以這是行政院的層級 所以不是 院長 不 部長 如果只是國防部要求你的話 你應該當面拒絕的 你沒有當面拒絕 就已經非常嚴重的失職啦 好 所以請教部長 這個是院裡面核定的嘛 對不對 就是行政院的層級 結合跨部會 然後交辦事實上承辦秘書的業務 就是您剛剛講的權動署啦 我們剛剛講的權動署 所以這裡 是行政院 核定的相關辦法 對不對 按照公文寫的是這樣嘛 好 對 那問題就在於說 行政院為什麼在去年5月27號要核定呢 法源在哪裡呢 我剛剛講的 今年要打仗了嗎 好 我們看到行政院所核定的國防部提供我的 全民防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建制綱要計畫裡面 第一頁 他的依據就寫得很清楚 說權動法 這裡面還沒有寫到你們講的民防法 好 沒關係 在教育部的資料裡面是有根據民防法 但他這裡面的第五點跟第六點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是總統在前年的12月30號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的時候所做的指示 這國防部的綱要計畫 他應該不會造假吧 第六點說是總統主持的國安會議 在去年的4月14號裡頭的會議指示要精進動員管理系統 對吧 所以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從前年底開始 總統下令去年總統再度召開國安會議直接下令 所以要求行政院跨部會 所以才有今天的所謂的全動署的全民防衛動員資訊整合系統的產生 對不對 委員這個就是國防部可能整理給委員的系統 是嗎 好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部長 這個你有出席相關的會議嗎 總統主持的他說跨部會合作機制耶 裡面 教育部排在很前面耶 部長你有參加嗎 委員這個我沒有特別印象耶 你沒有參加 好我想 你應該不會騙我啦 因為這很難騙啦 這個都有會議紀錄的嘛 那國安會議你有參加嗎 那個有一些有意 這個的國安會議你有參加嗎 這都有時間啦 4月14號這場國家 因為國家安全會議很多場嘛 這一場 要求現在下面行政院要做這個相關的動員管理系統嘛 那這場會議你有參加嗎 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是沒有還是不記得還是有參加不記得 這個你要講清楚 因為教育部不是必定一定參加國安會議都 我知道所以我現在才問你啊 所以到底是有還沒有 我說沒有印象是應該 我沒有也許是我的同仁代表出席啦 沒有沒關係 反正你現在給我的答案就是你不記得有嘛 好 那剛剛講的這個是去年5月行政院核定的 那行政院有召開相關的跨部會會議 您有參加相關的會議嗎 那個行政院會召開 就是有一個會報 對 會報我會參加 好那在會報裡面提出來了說 你們平常做的根據這個民防法裡頭 有做的這個造冊 這次要不一樣了 要提到跨部會的這個新的系統裡頭 有討論到這件事嗎 沒有 你怎麼會下令叫大家做嗎 有沒有 不會在會報談這麼多很細的什麼 這很細喔 系統資料裡面是什麼內容 他們不是很細 他是要叫你們過去沒有提供給國防部的 孩子的所有相關資料 現在通通都要提供給國防部 剛才您也提到 因為教育部長年在學校 就有依照民防法的 學校防護團的編組跟訓練計畫 那這個概念裡面就是 它本來就是一個常態性的 那今年不一樣嘛 所以才會引起軒然大波嘛 平常都沒有人跟你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嘛 那今年為什麼不一樣 教育部是怎麼知道不一樣的 誰告訴你的 誰叫你把這個東西提供給國防部的 是什麼會議 是總統主持的會議 是院長主持的會議 都沒有 國防部一個秘書 直接叫你們這樣做 你們就做了 不是啦 是一個什麼過程 他是一個一層一層的會議 一層一層會議 你參加到什麼會議 行政院的會報 你在哪裡知道 教育部要做這件事情 這樣最白話 我跟委員報告 他們在處理系統 資訊的上面 都在不會到 一個部位首長去參與 但是 這個在建制的過程 因為同學也會覺得 就是原來 學校 學校防護團的 所以 部長你告訴我的意思是說 你都沒有去參加過任何這種 總統院長主持層級的會議 都沒有討論到這個事情 是你底下教育部的人告訴你的說 欸 今年不一樣 是這樣嗎 委員 不是 你剛才問我說 我要知道你是怎麼知道 要做這件事情的 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不能回答我嗎 沒有 我很簡單 我的問題就是說 今年都跟以前不一樣 引起了軒然大波 部長 你們當時是 還有你們給各地方政府的公文 你都沒看過嗎 那你是怎麼知道 要做這件事情的 你可以跟我們講嗎 因為同仁 後來有在提說 原來 書面的 名冊 那 全棟署希望能夠 也應整個數位的方式去做這個建制 我想大的概念是如此 所以那就是非常離譜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是下面工作層級的同仁上傳的 今天中華民國還是一個有憲法的國家嗎 還是一個有法治的國家嗎 你可以把全台灣的孩子基本資料造冊 交給另外一個部會 沒有法源基礎 沒有 連一個命令都沒有 哪個會議都不知道 你們就這樣子照辦了喔 這不是太荒謬了嗎 那你們整個教育部一點 連基本的憲法人權概念都沒有 民主的素養都沒有嗎 這不是太離譜了嗎 今天就算是總統開會 各位我都要質疑總統憑什麼下這個令 他憑什麼下這個令 你們裡面都寫的 在這個全民防衛動員 整合系統的建制剛要計畫裡頭 第一個就在講說它是依照全動法 我也說在你們教育部的這個辦法裡面 也還加上了一個民防法 請問這兩個法律裡面有哪一條 有哪一條說學校做的學生造冊 要交給教育部再交給國防部 放到全民動員系統裡面 哪一條法律講的 法員在哪裡 你告訴我 沒有法員 連總統親自下令都沒有 行政院的會議都沒有 你們下面的人就照辦啦 這是我們的教育部嗎 我真的是太傻眼了 你剛才的資料也都顯示 其實他們是一個討論 那當然對於 你說你討論你都沒有參加啊 你說你都沒有參加你都不知道啊 你說的我有跟你說 我有參加的我很清楚 我沒有參加的可能是我的同仁代表 在民防法跟全動法裡面 就像你現在喊咖嘛 就像你們過去往年的慣例嘛 學校照著車就留在學校 而且沒有這麼詳盡的歌姿 那你現在詳盡的歌姿要拿到國防部去耶 總統都不可以下這個令啊 還假裝不知道 根本就是行政院核定的 根本就是總統下的命令 總統的國安會下的命令 還假裝不知道 總統憑什麼下令 他皇帝啊 哪一條法律給他這個權利 你們教育部在毫無法源的情況底下 完全不清楚的情況底下 全動署叫你們把名冊通通交出來 你們就通通把名冊交出來 有這種事啊 那個權動法本來就有現刑法 現刑法裡面 法律沒有規定啊 而且你看看民法法裡頭 都說在暫時 真的有必要的時候 才請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防護團 學生組的防護團 來配合軍方 有哪一條說現在 就要照這把名冊通通交給軍方 你難怪老百姓家長會緊張嘛 難怪大家會恐慌嘛 難怪大家會說 哇塞16歲要上戰場了 你們還說沒有 你們這樣子 軍方叫你交孩子的名冊你就交啊 永遠不會有讓學生去上戰場的這個事實啦 永遠不會有嗎 打仗的時候也不會有嗎 我就是下一個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做的都是讓學生做好自救 防護救護的工作 不太可能是學生沒有這些 你都應該要站起來表達反對的立場 學生能夠自救 這個本來就叫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著重點的在學學生 就是在做平常災難防護的訓練 這個也是家長期待 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不反對 應該要讓 部長這個我不反對 這本來就應該要訓練啦 你現在是我問A你答B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剛剛一開始就想要請教部長 我們對學生防災訓練 部長你要不要聽我的問題 你在幹嘛證件發表啊 你在說什麼啊 你問題不回答 你剛剛講那些 我現在很高興聽到部長你剛剛講 因為已經超過兩分鐘了 你絕對 就是潘部長跟那個相關把書 最後一分鐘我把他結論 最後一分鐘把他結論 已經超過兩分鐘 因為我剛剛我們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我剛剛 我很高興聽到部長說 站在教育部長的立場 你絕對不會讓孩子上戰場 這很重要 所以你必須嚴格的幫孩子把關 所以你說孩子的定義 你是18歲以下都算孩子嗎 18歲以下都算孩子 在學生都是我們要維護的對象 還有最後啦 你剛剛是3月3號才喊咖的 你們2月13號就叫他們上傳 政委員 是不是現在已經有 是不是現在已經有資料上傳了 還是現在通通資料都還在學校 我們就是要停止這個上傳 未來我們現在權動法要修法 部長 你現在後知後覺啊 那我要提醒你 未來權動法如果要修法的話 千萬不要按照這個方向去修法 你的腰桿已經要停起來 我們全國的孩子就靠你啦 絕對不可以把我們孩子的資料 全部通通交給國防部 隨便他們怎麼做 部長那個之後再給他們 說出面資料 部長一定要做到 不要忘記你今天對大家的承諾 那我們再來請那個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那麼我會做到這一次也會做到你們的 那些小小子 如果這樣說 這是基本上的小子